在众多高颜值的笑话当中 迪丽热巴拥有公认出众的美貌 她娱乐圈出道多年演绎了无数经典的作品 这次新剧《安乐传》可谓是未播鲜火的节奏啊 原著小说本来就有不少书份 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从选角的来看 迪丽热巴和龚俊的颜值组合就是王炸 剧中女主角人安乐是一个坚强果异的侠女 她感爱感恨很豪爽 虽然顶着近男安乐在大当家的光环 却始终保持着谦逊低调的性格底色 小小年纪就被指定给皇孙寒夜当妻子 结果却被奸命陷害流落民间 经历了磨难和挫折后 任安乐开启了成长蜕变模式 她甚至改名隐姓 努力守护着心中所爱 也在寻找机会还原当年的真相 在调查线索的过程中 女主角得到了太子寒夜的上师和爱母 两人齐头并积爱情失业双丰手 作为公认的美人胚子 迪丽热巴无论演艺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似乎都是游刃有余的节奏 她名谋善赖顾盼生辉 气质可甜可咸可飙美 在跟高伟光合作的《三生三世枕上书》中 迪丽热巴将白凤酒不安事事 勇敢追爱的特质诠释的淋漓尽致 两人成就了四海八荒的爱情神话 而在长歌行李 她又化身落魄公主 在民间体会到了事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终于实现了跟过往精密的和解 回到了自己深爱的地方 然后续写着独特的芳华 这次人安乐是一枚标准的侠女 她武功不凡 出手麻利 一袭红衣经验四座 平常上能非沿走必守护安乐寨 下能管理几百人面不改色 尽管人安乐个性十足 但她身世相当坎坷曲折 小的时候是帝家的千金小姐弟子园 跟太子韩叶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延延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悄然降临 帝家经历家道中落 这个傲娇丛慧的小公主 从此开启了漂泊辗转之旅 在民间流浪的日子很苦涩无光 为了掩护身份弟子园 给自己亲自改名为人安乐 期待未来能够过上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安乐寨的大伙善良热忱 给这个落魄公主带来了精神层面的慰藉和温暖 长大后她决定下山揭晓真相 抖抖转转多年再次回到朝堂 任安乐选择步步为营 她极善隐藏锋芒 跟韩叶依旧情深一睹 剧的开头 任安乐便一席绝美红衣出场 恨不得看尽世间繁华 她高喊着 我是来嫁给太子寒夜的 两人强强联合追逐目标 想要为地势证明 最后在男主的谋划下 他们共同面对各种流言逝世 在品读原著的时候 就非常喜欢人安乐的性格 相信在迪丽热巴的演绎下 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 还记得看我的人间烟火 是被男儿孟艳成圈粉了 孟艳成对许沁的爱隐忍而纵容 可以说孟艳成比男主宋艳和女主许沁 更有CP感 这成了多少观众的一男评 我记得网上曾经说过 竟然有网友要续写孟艳成和许沁重生文 重生后的许沁奋不顾身地爱着孟艳成 而《安乐传》中的洛明熙 又是一个让人心疼的男儿 病弱 虔诚 阴狠 疯批 病骄 她默默地爱着女主 为女主付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 洛明熙原本是地家的家臣 当年地家遭逢大难 为了保护女主任安乐 洛明熙宁愿自费武功 让自己体弱 假意归顺皇帝换来十年的蛰伏 十年前就是弟子园的贴身护卫 十年后 她成为了刑部尚书 拥有高权重的地位 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 任安乐归来复仇 她不但将被皇帝圈禁的任安乐换了出来 还给给她取了任安乐这个名字 她就是希望任安乐能够成为自由自在的任安乐 她更是在皇帝的眼皮底下 培养了自己的眼线和视力 原本和任安乐定娃娃亲的是洛明熙 如果没有寒夜 洛明熙和任安乐也将是幸福的一对 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洛明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任安乐和寒夜在一起 看着他们打琴骂俏 看着他们越走越近 其实洛明熙也想过要把任安乐争抢过来 为此洛明熙不止一次出言警告过寒夜 但感情这个东西并不是能够简单地说清楚的 她只能成为人安乐手中的一把刀 洛明熙这个人是复杂的 她虽城府极深 但她所有的银狠和城府都是为了守护女主 守护她忠心耿耿的地家 她欺骗过女主 但她却从来都没有背叛过她 伤害过她 即便是女主爱的是寒夜 其实洛明熙又何尝不想 如果当年没有那场屠杀 是不是同她平平安安一起长大的人安乐 就会和她一起走下去 就如同25年前一样 静安侯帝永宁的那句话 洛家小子 以后紫园就交给你了 你可要好好保护她 记住了吗 这句话让静安侯帝永宁不知道 她的一句无心之言 静南洛家的那个少年 记了25年 可是心思缜密的洛明熙 从不敢透露出自己半点心思 但你又能感受到她的落寞 她的不甘 她的寒怨 让人不得不感叹 又一个情深的男二 男二的结局多半是不好 而洛明熙又怎么能逃过宋命呢 最终她寒病复发 命不久矣 任安乐为了洛明熙决定 推迟她和寒夜的婚事 她陪着洛明熙寻找解救之法 看着洛明熙越来越虚弱 任安乐即便是着急也无能为力 连死前洛明熙只想再尝尝母亲的桂花糕 但还未等她常跪花糕时 洛明熙就昏迷不醒了 任安乐不知道昏迷中的洛明熙 是否能听到她的呼唤 她只能日夜守在洛明熙的身边 天客也不敢离开 为了帝家 洛明熙离家入京一走六载 洛嘉义们对帝家忠心耿耿 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如今这父母样 老泪纵横 回光返照的洛明熙和任安乐 回到了他们小时候经常游玩的相似花海 洛明熙将身上的龙凤玉佩交给了任安乐 她和任安乐做了最后的诀别 她希望这龙凤玉佩今后能像自己一样 陪在任安乐的身边 在原小说番外里 洛明熙并没有死 寒病发作的洛明熙遇到了灵照 灵照自小跟静上果施血衣 她发现长丝花长于其热之地的静南 难以存活 却天生是寒症的克星 生命垂危的洛明熙在灵照的治疗下足足昏昏沉沉了半年 才渐渐清醒过来 后来任安乐陪着洛明熙在安乐寨修养 足足一年她才回到寒夜的身边 而洛明熙看着她心爱的人再次回到了寒夜的身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